兔兔你看你的毛都打卷了 我们去洗个澡好不好 听到洗澡两个字 立马脑袋搭了下去不理我 那洗完澡给你掏耳朵吧 一想到是自己最喜欢的采耳项目 立马乖乖跑到卫生间 夏天给狗狗用这个蛆虫出满的沐浴露 这个沐浴露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我比较喜欢 我们家狗狗夏天一般是7天左右洗一次澡 冬天的话就差不多要10天左右了 吹毛的话先大致吹干 要用这个针梳吹到哪里梳到哪里 这样吹出来的毛又顺又直 终于吹好了 你去那个垫子上我给你掏耳朵 好嘴好嘴 躺好了 对我来看看你的耳朵 张开一点 好了把耳朵关上吧 一个听到洗澡就赖地上不起来的狗子该怎么办 狗洗澡了 紧张点鼻子 你看看你多埋态 我不臭 我不臭 走了屠如乖了 喜欢请你吃免费大餐好不好 听到免费大餐 立马抽向卫生间 我买了一个比较大比较深的泡澡桶 但是服务不行 太害怕 先大致吹干 然后边梳边吹 吹到哪里 输到哪里 这样吹出来的毛比较直 比较碰 洗完澡立马跑向小餐中 提醒我安排大餐 今天吃肉饼 铺上一层草莓水果泥 蛋黄小黄鱼 给狗狗洗澡真的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 其实洗的过程并不是很累 我发现主要是吹毛的过程特别特别累 至少要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家狗洗澡的话 就是一天洗一个 一天洗一个这样 要么就送到宠物店去洗 我要用奶吸 好了好了 喝吧 吃饱身了个懒腰 终于觉得累了 跑到沙发上打了个哈欠 躺下睡着了 其实洗澡对狗狗来说也是很累的 早上起床 捧头购面的就在餐桌旁 等我配餐的图图 图图你现在可是有三百万粉丝的狗子哦 你这样拍直播谁喜欢呀 思考了几秒钟 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竟然跑去拿来了真书 立马躺下 让我给它梳毛 图图和Jerry其实都挺喜欢梳毛的 好起来 坐下 手给我 其实我们家狗狗以前的毛也是很卷的 然后就是我每天都会坚持给它们梳毛 转过去梳一下后面 用这个小梳子梳脸 也可以把眼屎梳掉 梳完毛再等奖励的图图 图图以前也可不爱梳毛了 是因为现在知道梳完毛会有奖励吃的 每次听我说话可认真了 快打开 我要吃肉丸 还要跑到一边去 只能吃完 快点 1个吃饭 吃饭 不处 其实是不处处 这试诺 老船 老实在这些 我约想要尝诺 老实在建议 老实在这些 老实在那些 老实在是不是 老实在这些 老实在好 老实在这些